就放座上就放座上 謝謝 我們現在各種規矩都不一樣 對 謝謝 委員宋斯我們是很巧遇 在機場的休息室 然後 我最近也發現疫情以來 你很忙 然後 也很多的conference和活動 因為我們的職業關係 就是問一個很職業病的問題 就是 你在這個疫情過程當中 你的閒暇娛樂 是遊戲嗎 你有沒有休閒娛樂的活動 對 很好的問題 我是有玩回合制的遊戲 本來就是我的興趣 那 像那個 Into The Breach 就是一個很 有德國講的一個 一個 就是 Indie Game 那那個我是 中間有玩 是覺得蠻好玩的 對 那其他的 同一個團隊之前有一個 Faster Than Life 那是 之前了吧 在比較沒有在玩 對 大概都是玩這種 中間有玩一個叫什麼 Baba Is You 就是那個 就是很花腦力 的一個類似倡庫番的遊戲 但是它是把遊戲規則 當作那個 倡庫番裡面的方塊 所以裡面退 它會裡面改規則 對 也是很有意思的遊戲 大概 大概就這些 之前還有一個叫做 呃 那個什麼的 都是都是 都是 Indie Games 就是 都是 Indie Games 每一個都是 對 對 因為我也發現說 呃 特別喜歡 偏好 SLG的類型 對 對 是因為 很喜歡去推 推敲這個 可能因為我 我最早 比較迷的一個遊戲 叫 Nahek 那 Nahek它是很 很知名的一個遊戲 它 呃 後來那個像 Diablo啊 或者其實 Festern and Live 也都是從Nahek 的概念出來的 就是在遊戲界叫做 Root-like 就是像是Root-like 一樣的遊戲 特點就是說 你沒有獨檔 這回事情 就是 損檔了 它就會立刻離開遊戲 對 那 我大概 為什麼會喜歡玩這個 大概是因為 它比較感覺上面 跟真實人生比較像 哦 因為大部分的遊戲 如果能夠獨檔的話 其實你就一直存檔獨檔就好了 所以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意思 對 可能是這樣子 覺得比較條件性 嗯 最近 其實我們今天也有一款遊戲 上線 然後 我們從這兩年 上新遊戲 我們常會碰到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覺得應該也是 遊戲產業鏈裡頭 很多公司都會碰到的問題 就是被DDOS 攻擊 害客 你說線上遊戲 對 像我玩的 剛剛那個叫Undertale 我現在終於想起來了 對 它當然不是多人的 就沒有這個問題 對 線上攻擊 對 所以我們其實 夜圈內 大家都傻愛講說 你要發遊戲 那你那個心臟也很強 然後 我們 就要做很多的預防措施 包括去買更更更 要花更多的錢 去做一些防堵的 防堵攻擊的事情 如果像我之前有玩過一個線上遊戲 叫做 就是Nehive當然它可以自駕伺服器 對 所以如果一個被打爆的 你就換另外一個 對 玩就是了 對 那或者之前有遇到說 Belt of Westness 對 那個維諾戰記 對 維諾戰記也是 如果你線上一個伺服器 就自己電腦就可以開一個 那這樣到時從來沒有聽說過被打爆的事情 因為現在D2S攻擊對我們遊戲公司來說 它攻擊的方式就是 第一個可能攻擊遊戲嘛 它把它塞爆 把這個 server 塞爆 那基本上我們是架在Google 或ZWS 那塞爆的情況之下 就必須亂的要買那個防護裝置 去把它洗掉 透過機器把它洗掉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它可能會打 像我們的遊戲會有一個叫 會員登錄 它打另外一個叫 會員登錄這個部分 然後就一樣一直塞在塞 對 但我意思是有像minecraft啊 這種東西 因為它使用者可以自己架 對 它使用者可以自己架 它就不遇到這個問題 對 對 或者像我們之前有玩的另外一個叫 開Fidelity 也是一樣的狀況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玩的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玩的 如果有多人的話 太多是用我的電腦 那所以這樣根本就沒有被大家 如果這樣的話就沒有問題 對 對 但是目前 市場上 popular 其實就是線上 online 但我也是 online 只是用我的電腦 但是是用電腦 對 但是我們現在比較普及的 其實是手機遊戲 就到sever端去玩 sever端或是雲端 對 在雲端 然後 所以我覺得也是機緣巧合 再次碰到 唐委員就在想說 對於從政府的立場來看 這些我們的中小企業 在做遊戲這一塊 然後呢 被駭客攻擊這些 我們只能用錢解決嗎 不是啊 手遊其實也可以用 就是使用者自己的電腦 一個人家裡總有個電腦開著吧 應該 應該不是 他必須都要從sever端 對 對 像minecraft minecraft不是他也有那個 他有PC端嗎 對對對 對啊 那他的就是創世神 我現在不知道 我的創世神 到底翻成什麼 對 但是就是說創世神 他有switch嗎 有google play 對 有一堆有的沒有的 可是他連都還是可以連到我自己的主機嗎 對 他就是比較跟 他不是主機型 他是就是一種在雲端的sever 或者是在廠商端的sever 上去 是嗎 我一直以為minecraft我可以自己加 他有些東西還是要去讀他那個地方 讀那個sever端那個地方 然後有些資料 會員平台這些路口就夠不行 好像他有一個東西叫java edition 就是你如果不想要去雲端 你想要自己加一個私有雲 你就自己抓那個java edition 然後就把自由雲拋起來了 對 像那個新北市有很多校長 因為zoom不小心被禁掉了 對 那是zoom不小心 不是我們不小心 因為zoom不小心被我 然後被我們禁掉了 對 那所以他們現在就自己加那個gcmit 就加在他們有時候 電腦教室有一些就是已經淘汰的電腦 就是這種很古老的 但是其實因為他是 我們叫neward bound 就是以頻寬為主要需求 其實沒有什麼gpu需求啦 你放雲端其實很少用雲端去算gpu的 這是極小遊戲才這樣做 對 那所以只要他有一些cpu 然後主要還是網路很寬 對 那後來他們新北市現在幾個校長 他們的校記啊 資訊會議啊什麼 等於都用他們電腦教室淘汰的那些 老伺服器來做 但是因為他們在學網 學網反正很壞 對 那所以也就沒有DDOS的問題 那以前當然像zoom他們 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他們不知道zoom的那個基隆啊 就是他擴充不了的時候 會不會莫名其妙就跑去用香港的 還是什麼叫 跑去用北京的嘛 等於他的那個gfencing 可能沒有做好 不過說不定從他們角度來看 我們跟香港是同一區啦 但是總之我的意思是說 要不依賴雲端的方法 可能就是自己家的什麼 嗯 不過回到消費者端 對 消費者端不是每一個人 他不會想那麼多 他在玩一個遊戲 假設我們族群很 又很年輕的話 其實他只會覺得說 我進得去還是進不去 對 但我有一說好比 有一個下載協定叫bTorrent bTorrent它也是很無腦啊 就是你跑一個下載器 他就在那邊跑嘛 你那邊跑那邊分享嘛 對 當然我們講的都是分享一些合法 像Liberal Office 絕對不是分享一些非法的東西 對 但是就是說bT它已經設計到 你不會感覺到你在架伺服器 對 可是雖然它是在架伺服器 沒有錯 對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不是要挑戰說 這個雲端有什麼不好 我第一次只是說 像bT這種東西 嗯 我覺得它使用者介面 已經比當年我們用那些非法 像Napster啊什麼 都已經好很多了 嗯 嗯 我們也是來請益看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案 可能不像唐委員 理解的那個情形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 甚至比較輕度 像一些山蕭啊這種的 基本上消費者或者是在廠商 就是你要給我錢 你要給我多少比特幣 那 假設呢 你 你 那是哪一層 哪一層 A B層 網路層 它通常打你哪一層 喔 三層四層 到第七層都打 都打 對 連第七層它都打到 意思就是說什麼發個飛彈 對 類似 對 所以它是幾乎在台灣 那當然就是說 剛才提到 現在的 台灣的廠商 要不用錢解決 那要不然就是 很IPC 或是不斷的去 也是 我把這個 疏紅法 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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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加量加量 或是我剛講的 透過某些機器 它會把洗流量出去 來做防止 就是像什麼Cloud Flare 對 對對對 所以就是變成是 要不就是付錢 給你 就是 就是 要不就是付錢 給喝手 但是重點這個部分就是 一般的廠商 不去被激素 還去防範 就是怎麼樣去跟這樣子的 你說沒有能力加Cloud Flare 我覺得一般都有吧 Cloud Flare 沒有很難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 真的 對 連咖啡都很難 對 一般的就是台灣的 代理發行廠 他比較不會 應該配置這樣的一個人員 所以幾乎 每一個遊戲 每一家同時遊戲 在上的那個過程 就會來一流 就會被洗一流 像前一陣子 有些全業差 一上線整天掛掉 諸如此類的 那其實我們就會想說 那其實不管是從政府 或者是從一些協力單位 包括就是大紀電腦公開等等等等 基本上在這一塊 基本上沒有一個整合 或者沒有一個能夠協助到 所謂的這個網路遊戲 這一塊的廠商 能夠針對這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 當這個部分發生的時候 我們去報警 網路警察他們會去查 但是說實在的 基本上那個人不會在台灣的 攻擊的人不會在台灣 對那當然 對 所以基本上這個報警 或者是說這個 這個程序 它只是走一個流程 然後基本上對於整個廠商的 狀態 不管是未來的防護還有損失 它其實是很巨大 尤其是一些小型的廠商 基本上 它只要被攻擊一兩次 它可能幾乎就掛了 它就沒有辦法生存下來 因為比如說在帶領的過程當中 你會付出高價的權利金 然後你會付出很多行銷的費用 但是呢 可能它到一天之後 User它就離開了 那其實它是一個不好的循環 其實跟委員報告 其實台灣的 印底的很少 大部分還是代理為主 比如說現在營收最好的是 遊戲橘子 就是靠天堂 然後天堂還是韓國 還是有人在玩 還是韓國的產品 那像這樣子的遊戲 大家其實還是以發行為主 那只要每一次上遊戲 常會碰到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們也是覺得說 難道只有花錢 才可以解決這樣的事情嗎 對 所以也因為有這個機會 碰到台灣的人 才想說 欸它有什麼solution 它有什麼solution 對 因為橘子人說 橘子人的風味 它是比較一些 補足性 甚至包括活動 那這時候可能是一些 資訊的提供 或是一些 產業面的趨勢的一些 資訊的交流跟提供 事實上這十幾年 比如說從我們以前的 一個線上端 到Web端 到現在的這個移動端 十幾年過去之後 基本上沒有一個 包括以前有組成部的一些 一些協會的單位 比較好都沒有一個比較 政策性或者是完整的去 來複製這一塊的產業 那當然我們也不曉得說 去找到誰 所以就是剛好去西班 那時候就是 到我們熊總統 有沒有碰到 他們想說 欸那是不是有機會 就是 來跟 他們聊一聊 那甚至就是 他們覺得說 在這塊產業 其實 像剛才講的 台灣的產業 大概是代理為主 八成是中國的遊戲 目前為止 然後一成都是日韓遊戲 本土遊戲 幾乎沒有 但是呢 不曉得就是 他會聊不聊的就是說 這幾年 台灣的產值 已經超過十億美元了 那它是在 Google Play的全球榜上是 排名低的 對嘛 那三千五百多個應用程式在跑 但是幾乎都是被別人賺錢 平台賺了平台的錢 Google Play的iOS 然後呢 代理商賺了代理商的錢 那其實 其實這個困境一直存在 然後包括就是 代理商也會受制到 開發廠商 所以 在這樣的一個困境底下 我們其實想要找一個破口 那台灣早期 對於硬體的產業的支持 的政策有很多 一直到現在 但是在這一塊 一直是很缺貌 所以基本上 我們也找不到一個破口 如果是電競選手的權益的話 就跟我們協調過了 電競 對 電競現在就是已經是 比招任何其他的運動 它並沒有什麼兩樣 它就是一個智力運動 對 那以前 電競選手當然也有各種 對 騎士啊 差別待遇啊 小巨蛋接不到啊 等等的這種 那個都已經解決了 所以 我想 現在一般 以前教育部 還會說什麼 電競不是體育啊 那個體育課 難道要大家都來打電競嗎 呃 之類的這些比較 有意思的論點 那 但是後來我們就把體育跟運動 有點分開了嘛 有體育的運動 那也有智能的 經濟的運動 那就像夏威奇 其實現在也都是電競 因為威奇都是在我們路上下了 對 所以 後來我教育部也接受 所以這個倒是已經修改了 包含運動產業條例 這個都已經修改好了 所以 要說我們完全沒有對電競做事也不是 所以現在是你是介於電競跟單機娛樂中間的某種東西 對 所以他並沒有真的變成競技產業 但是他也不是消費者 玩來之後他自己一個人用自己的桌機或自己的 console 跟三四個人一起玩那種小遊戲 對 對 而是 就是有點大發時間用的手遊 但是事實上裡面也沒有電競的成分 的這樣一種中間的修憲遊戲 對 那您的意思是說好像我們這兩頭可能有一些 但是中間這個沒有一個產業政策 對 就是剛才前幾天說 這麼大的一塊產業 這麼大的一塊的商機 但是事實上這些都不是本土 台灣的遊戲廠商去開發 或者是去能夠獲得這樣的一個 就吃到這一塊 那剛才講的就是說 舉幾個例子 我這邊有一些之類 像荷蘭政府他們會對當地遊戲的 創作人員不然是佛化企業 他們會有一個遊戲的補助計畫 然後英國2015年的時候 也有400萬英鎊去推動遊戲的那個原型基金等等的一些模式 那韓國就不用講了 韓國它是整個泛娛樂的一個生態圈 包括 遊戲 文化 電影 戲劇 它就變成一個輸出嘛 最新月 對 它是一個整個文化產業娛樂的泛娛樂的輸出 是還蠻 包括就是製造Kclub 像這些等等 所以就是說台灣比較缺乏這樣的一個政策的一個組織 和打團體戰或對外輸出 然後把台灣的本土的研發商開發商 能夠補助起來 那這十幾年 早期 2000年之前 就是大家玩遊戲 不管是那種單機 大雨 什麼三國那些 事實上那時候我們還算是輸出國前三大 那現在就完全是消失了 幾乎是沒有這樣的動能和能量 那當然就是 我們在這個產業也 努力了很久 就是一直在這個產業 那很多的交流發現就是 台灣不是不想做 但是問題是就是很多的政策面 還有那個生態圈 它是不成熟 而且甚至是一個很資源瓶瓶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你說很多獨立開發團隊 他很努力的想要去做一些遊戲 那從整個產業和政策面 教育政府還有市場 幾乎都沒有一個比較完善的一個政策 其實我們比較想要表達的就是 不知道政府在這一塊未來 或是現在有怎麼樣的一個單位 有比較有可能 能不能就是做這樣的一個整個 因為講單位那就是文策院 任何人來講我都是說文策院 可是文策院我們也知道說 就是ACG它還是有一個順序的 而且ACG裡面 它比較注重的是等於在地的文化跟印象的伏擊 而比較不是就是純粹把G這個去放大 那所以當然文策院 我如果就是要打官槍 我當然可以講出一大堆ACG裡面相關的東西 但是大家都知道 它主要一開始並不是做這個 對 它一開始是可能把我不知道真問 或者是 當然當然返校之主他們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但是它也是反過來嘛 它是先有遊戲 然後變成電影 變成人家對周邊產品 所以你說這一項的就是 先有好的這個漫畫或什麼東西 變遊戲 這個確實文策院 我也不確定現在有多少project 正在往這方向跑 但是他說所謂的跨越會流 當然就是任何一個方向跑 他都會支持 對 因為文策院本身也很新 所以你說它有哪些東西 已經是成品或已經做得很厲害了 好比像說 我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有參與 是那種 多人是線上蕙蕾花遊戲 大家 回到古老的台灣 等等 就是說就是 可能都會有 但是確實不是在最近一兩年之內 你一下就可以看到百花齊放 這樣子出來 但你剛剛講韓國的或其他的 以我所知就是 文策院當然他之前是那個 在文化部還在布里的時候 也是次長過去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很花力氣去把 就是韓國的ACG的那一套策略 等於搬來台灣 然後試著在台灣 能夠去使用 所以我想這個主要還是文化部的事情 但是我也很同意說 他們在遊戲上面交出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得到的東西 確實比起動畫跟漫畫來講 要稍微少一些 所以就是說很多 因為我們也開始有一些文化 接觸到很多國內 有一些小朋友的時候 我就發現 這是大家面臨共同的一些問題 他可能做一做 其實他也沒有辦法放大 也沒有資金 也不曉得怎麼樣去 去申請到政府的一些協助 那好像也在這一塊 也沒有特別明確的一個方案 比如說像 可能要拍電影或者拍劇 可能跟羅阿波 可能有一些申請補助之類的 這些英文的補助 他是有的 那有一些所謂的 新創的部分 可能也會有一些 這樣類似的一些政策或者製作 那在開發和創作的一些這塊 也讓大家遊戲這一塊 就比較沒有 相對好像比較 我們去找到一個比較 我們那時候找的時候 有各地政府有一些輕創的部分 那文創院你們有去談過嗎 還沒有去真正的了解他的動作 對 所以想說這次藉由單位 來瞭解一下 哪些單位 可能是我們比較可以去了解的地方 因為找去接觸的是 好比說 我們跟中央大學有過合作 也是培訓他們裡面的 對遊戲開發遊戲區的 不同系與系統的人 他好像專門文創 後來那時候有碰到那個 桃園這個青年局長 他也蠻支持到這一塊 後來我發現 再慢慢走下去 發現 就是當他要把它擴大的時候 就會碰到很多的瓶解 有可能是這個小開發團隊 他有可能就是 親戚上面的問題 可能有那個投資者 找不到投資者去投資他們 把這個方向把它做得更大 我覺得反正是說 當然我們可以利用政府的資源 來做一些事 但是或許透過政府 能夠把它串接一些資源的話 是不是也更有機會 好像比如說我們是 我們正要弄個開發團隊 那其實我們可以願意 花錢去投資一些 有理想的團隊 可是這就很難去找到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模式 那工業局 那個DEPO那邊你有去過嗎 沒有 DEPO就是 DEPO就是 DEPO.org.tw 是 數位經濟發展 推動服務網 那當然它裡面 放在最上面的 我說那個網頁 還是 遠距學習 所以你的遊戲 如果碰巧 可以交人未經分 它會比較關係 但是 不是真的嗎 我說真的 遊戲學習現在非常的夯 對 但是 就是說你純粹遊戲 而沒有學習的成分的 它也算在裡面 這個你可以參考一下 好 因為工業局它的想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 所謂的數位經濟產業 它是想要做幾個標竿出來 就是 等於在每一個 這個 形式 我們講形式 每個型態裡面 它都可以讓大家看到說 原來台灣有這樣子的能量 是可以做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 我看數位遊戲裡面 它這次的行路 我看一下 鯉水三尺 庫勒 石光熊 阿爾特 奧爾 布卡關 顧禍 紅心辣椒蝴蝶 神藍 中華網龍 卡夫特等等 一共 二十 蜘蛛也在裡面 大魚也在裡面 大魚大もう一百個 幾十個 但是這個東西 它就是類似像明露 就是說先把業者明露 先 flame 先做進來 但是做來之後 它讓跨欲想要結合的人 想要說 活動不住獎益的那個辦法 那個辦法就會盡量去推動 一邊是ARVR技術 另外一邊是遊戲 或者一邊是體感的裝備 另外一邊是遊戲 或者一邊是玉教娛樂 另外一邊是遊戲 他試著去每一個 這個就跟文化部主要還是推動 所謂我們原創文化 還是有一點點差別 因為工業局主要是不同經濟的結合 這支我覺得也跟你們關係比較大 聽起來那些名字可能已經不見了 是啊 所以如果你知道這些應該要更新了 你就直接寫信給Depo那群人 就好了 他們那群人我是還覺得不錯 是因為我認識 因為同一群人也有在做中小企業 AI學院等等 之前聊電情的時候也有碰到 那他自己都是玩那個什麼 網路棒球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 比我玩的比較像主流遊戲 所以 跟他們可能比較談得動 因為我玩的都比較效忠 剛剛明明你之前是科技部長 所以我就幻想說 科技部長可能可以 把這些東西做一些整合 我從來沒有當過科技部長 不是科技部長的 概念上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因為你是從這個 這個 幾個部會裡頭最了解 科技這一塊的 沒有啦沒有 數位是應用層 主要是文化 對 你真的問我說 這裡面那個 ASML的機器 台積電怎麼做成區塊 我也不懂 我大概要了解 但是 我了解的都是 因為科學是基礎科學 他是十年二十年為週期 那他變成技術 就是產業技術 那他可能是五年十年為週期 但是數位是應用層 應用層我們都知道是用週來疊代 對 其實這三種是不一樣的 Life Cycle 對 我熟悉的是最快的那一種 就是數位的那個部分 但是你問我前面的技術週期 或再往前的科學週期 我就大概看得懂Paycraft 但是絕對不敢說是 比較了解 比經濟部長了解技術 或者是比科技部長了解科學 我絕對不敢這樣講 或比我們中研院長了解 我們前瞻量子 什麼東西的趨勢 那個我就是一般的了解 所以還是有一些 不同的部位 對 因為你們在問的 比較是經濟政策 對 那個我覺得工業局 然後文策院 這個是真的 是 對 因為二冠遊戲 如果做到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像早期暗天魔術的時候 這些都是會變成一個IP 那現在其實大家 就是不管是在韓國 日本 中國 它其實就是已經形成一個 就像你剛剛講HV之外 它甚至還有包括其他的戲劇啊 電影啊 它會形成一個泛娛樂的IP 所以我們在想說 那台灣這一塊 從不管是 我們當然是監看遊戲啦 因為我們本身是某些的潮汐 那怎麼去做明神 所以我們就是想說 透過這個職位來 出一塊了解 之前工業局文策院 我們也都有聊過啦 我們想說 之前文策院的那一位 就是還在文化部的時候 我們也有聊過說 那我們就把台灣的 從這個 信義威秀 什麼局員百貨 什麼熱欄遮成 所有的這些景啊 台北101 全部都做點雲掃描 然後用CC授權 那這樣子任何人想要做遊戲 你就不用自己再去建模 你就自己把那些點雲全部下載下來 對 這個就是所謂台灣數位母型庫 那這個已經蠻多了 已經非常多都在上面 而且他們真的是用無人機去掃 然後用國王的GPU去算 所以你們現在就直接下載給你們資料都可以 對 那像這種 因為這個就比較像是 我這種 所謂開放式創新 就是 我不是說我要扶植產業 而是說我讓每個人 投入這個時候成本降低 對 那都可以共用 對 就是所謂社會文化嘛 就是說 不是說我扶植百科全屬產業 而是說我讓維基百科的這個功能 變得更強 開放戒圖變得更強 那你要在上面加值的時候 你不用投入很多成本 就像如果Google要幫他們的Linux伺服器 都付Windows的搜尋費 就沒有Google了 對 是以這個降低成本的角度來看這件事 所以我當然也可以幫一些忙 但是主要都是在降低成本的這個角度 我這邊也有個問題 先跟您請教一下 因為剛好我們說 我們最近在 要開發遊戲 我們剛好有個案子 是在企劃 其實跟您之前 因為您之前是 自學的先驅嘛 你好像也設計過一個類似數學的遊戲 我們剛好最近跟葛仁澤在談一個案 就是我們想要做一個 一到三年級 不管是國文英文或是數學的遊戲 但是我們的設計不是說 用學習去做遊戲 而是我們會設計一個RPG的角色扮演遊戲 在他過關的過程當中 或打怪的過程當中 等等 然後會把這些教學的因素把它放進來 很好啊 就以前叫CII的東西 對對對 你覺得這個方向 你覺得是 很好 我們想要去開發這種來試試看 其實你如果看Scratch的話 上面一大堆都是這種東西 對 而且它讓小孩學到說 你不用從頭寫程式 你叫拿別人寫的 你對那個顏色不滿意 你把顏色改掉 或什麼 就是它是以改程式作為程式教學的想法 而不是從頭寫 作為程式教學的想法 對 我跟Scratch 跟Code.org 這些也都還算少 對 所以我覺得這塊是 真的是現在非常有需求 有需求嗎 非常有需求 因為我們想說讓小朋友在學習這一塊 因為玩遊戲是絕對不會無聊的 但是玩遊戲當中去學到一些數學英文 這是我們國文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是蠻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再做這一塊 方向 就是方向是可以走的 我是覺得如果你那個底層 對 就是Scrunch 或者是其他 就是它可以進去改的東西 那就是我們在遊戲界叫二創 對 那二創三創等等 那其實就反而我覺得它的效益更大 理解 像說我們內容真設計師做了一個平面廣告 對 有人把它改成一個樂高 對樂高文記 有人改成一個什麼8bit 對 什麼之類之類 我覺得這個才真的是讓小孩知道說 那我學程式設計 學這些東西 它的用處是社會性的 就是我可以讓大家可以認識我 而不是完全技能性的 只是我未來要混一口飯吃 對 那我覺得這種社會性的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方向 理解 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關係 還有不少時間 所以 我以為剛剛你講到的就是 因為你的自學的經驗 假如有這方面的一些相關的資源 或者是可以讓眾民可以follow哪一位 或者是我們要找這相關的底層的資料 對 我想台灣比較大的就是那個城市基金會 就是軍醫他們 城市基金會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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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其實並不是造班的 所以他們就花很多時間 去做老師的陪伴 也包含跟什麼 Detroit Taiwan等等的那些團隊合作 所以如果你開始要往這邊走 你不一定要一下就走到 變成教材的地步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課綱是柔性的 所以老師要選用你們的遊戲 來當作教案 照一步樂觀起場 OK 就是TOPTOP不是TOPDOWN 以前是TOPDOWN嘛 國立畢業館說什麼 老師教什麼 那現在是非常不好的 就是老師選用你們的遊戲 當作教材 那這個 國教授會說好幫忙 那如果這個真的教出什麼成績的話 那他們透過觀課 共同備課 那你們的遊戲就變成教育節 共用的一個平台等等 那這部分成績的convention蠻好的 所以是蠻建議跟他們聯絡 好啊 謝謝 很多方法小聽都有 好啊 謝謝 謝謝 差不多耶 我們其實就是 利用半個小時的時間 跟您做一些問題的情誼 然後也希望後面有一些 這種相關資訊 看我們要開發端 可能有一些瓶頸 或者是瓶頸的地方 我們其實就是想要 因為我們本來是發行嘛 我們現在就開始佈局台灣開發這一關 那我們 團隊 像我們現在建制團隊發行 研發技術 前端後端美術 都全部會找成台灣的本土的人才開始做這些事情 我想CDN部件跟骨幹平寬 這個因為我們 我們在 行政院 大概不會說我們為了要指引遊戲產業而做 那我們一定是說我們為了指引遠距教學而做 請大家諒解 理解必然 對 但是 遠距教學 部件成功的那些東西 其實跟你們用的是完全一樣的 TOPOLOGY 其實並沒有任何差別 對 所以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在骨幹網路 在Tunet 在Warrant 在國網 在 就是新的那些CDN 等等這些部分 所以這些建制起來之後 我覺得未來 當然你說 完全不會用 Cloudflare 或Festly 這樣的話 我們國網或 HIGHCDN 提供什麼 大概他也不會用 因為這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就是說 如果一個公司裡面 有至少一兩個人 大概遲到CDN的概念是什麼的話 那我們現在建設這些東西 就開始是有作用的 那尤其是如果你們現在 就是有一些 這種比較教學性質的 像最近 像陳建仁教授 今天副總統 最近不是也在那個好好嗎 就是開課 然後他就是 因為他就是流行病學 那本書的作者 對他真的是權威啊 那所以他就開了一個 全民防疫同事課 陳建仁副總統來開講 可是他不是用總統府的那個品寬 他直接用好學校 直接用好好的品寬 對那很多人看 因為大家都很想學關於 流行病學的一些知識 對那所以像 我們國網中心 就有一個 Plan 這個Plan就是說 只要你做的事情 對於這種 像對於防疫知識的普及 什麼東西 有關係的話 那其實他現在可以免費給你 平凡跟算力 那跟包含就是 你剛才講 適量供給防禦等等 一直到疫情結束維持 那當然疫情結束維持之後 他就要開始跟你收錢 雖然你收的比那個 就是別的 國際的雲廠商還是第一線 對但是他就是想要用這樣子一個方案 讓大家理解到說 即使你在雲端真的需要GPU計算 或者你需要那種非常大的網路傳輸量 他也願意先提供出來 讓你先試用一下 對那所以 這部分就是 它叫TWCC.AI的這個計畫 那它也算是全世界 第二十大的超級電腦 其實算力是有的 對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們的這個學習的部分 有一些公共衛生啊 或者是有一些 就是人跟人間 像Social Distance啊等等 這些東西的成分的話 也可以把你們一部分的城市 先搬到國網 然後用那一個專案 其實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如果覺得 用起來不好用什麼 再讓我們知道 但是如果要問就是 DDoS Prevention CDN什麼之類的話 我覺得還是你們 有一些城市先跑在國網 我們比較有一個相同事實基礎 在那邊討論 理解 對那如果你們已經用到很 比較先進的 像什麼Gubernities 什麼Docker Docker 其實國網也都有支持 所以你就都丟上去 謝謝 謝謝 今天收莫了 謝謝 謝謝 沒問題 沒有沒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就是 剛剛講到那個 預售台灣科技抗議 那個專案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 他的網頁上有聯絡人 那如果需要 就約一些meeting什麼的話 小廷也都有聯絡人 好 謝謝 謝謝 開票 感谢观看